你要找一个女性 让她帮你打一个电话 帮我打一个电话 对 告诉你老婆 你现在呢 要跟朋友去聚会 可能会多少喝一点酒 晚上回家晚一点 让这个女孩打 看看人家能不能给你打 看看你老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阿姨啊 您能帮我一忙吗 帮我给我媳妇打一电话 就是给我媳妇打一电话 就是说我 白凯南 你长得也太让人操心了 大姐都没正眼看你 他不管 麻烦您帮我一忙行吗 帮我一忙行 就帮我给我家人打一电话 帮我给我家人打一个电话 咋样 就是晚上嘛 眼瞅着要下班了 我想去跟朋友吃饭去 他不让 然后你 他主要是怕我喝酒 你说不喝 你说你帮我就是我同学 啊 因为我们同事都 你给他打一个 跟他说两句就行 因为他 因为我不是本地的 他是他本地的 东北的女孩 太厚了 那我咋说 你就说我们同学聚会 他不喝酒 帮我玩就行 这你也不搭傻 没事 哎 你好 哎 哎 你好 你好 这 我们 你谁啊 我是他同学 对 我们晚上聚会 同学啊 他不信了 然后那个 晚上我们同学聚会 嗯 他不可酒你放心吧 不让他喝 你什么时候是同学啊 什么 什么中 中学同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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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学同学啊 嗯 你就说你谁都行 啊 婕娱 啊 婕娱 婕娱 可能他没怎么说过我们 不太熟 没怎么提 女孩我都没提 不是啊 中学同学我都认识啊 都很熟啊 后来转学那个嘛 你怎么全认识啊 怎么联系上的 怎么我们中学群里 发聚会嘛 你把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说 哎 对 你帮我跟他说两句 你再说两句就行 没事 他也找不着你 一会你走了 他上来找你 他不像是同学 喂 你叫什么名 什么名 婕娱 婕娱 婕娱我怎么不认识呢 我没听他捣过呀 没说说过这个同学呀 不是非得捣过吗 不对 你到底是谁 这咋还不信 你别给我瞎扯淡啊 你通话说你到底是谁 哎呀 这么厉害 哎呀 那我也挂了